就算是有大概率的一个机会 能够就用到后面的一个比拼 对对对 就胜者组嘛 对 但是还是要速到我们最后的一两周 才能去确定 对 因为你万一在这个后面这三周 哪支队伍可能抱起来都有可能 这样的一个上替选点 那压力其实还是给到了 木偶师跟杂技 对 那除非说你选择一个十字 但你选十字的话 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中场 这边的一个大教堂 我是可以有公式化的一个绕点思路的 对 而且空出来之后 外面密码机很难去干扰得到 这边选择了十字 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会选一个 像小推 对 或者说小门 对 木地的一个密码机 也是一个挺好的思路 都挺不错的 但十字选点的话 能够给到割据更多的一个追击空间 我左边 中间 右边想追谁都可以 是的 但同样的空军 他也是可以在大教堂去翻那个木屋窗嘛 然后我是选择拉小门啊 还是说在木屋牵制啊 都是可以的 看一下圈者这边 天赋是选择携带三个双坛 对的 监管者这边也是个底牌挽留带闪现 都是非常常规的一套天赋 不过红教堂 我觉得他是要点出彩板的 那么将进入比赛画面 本场对局是由朱雀的监管者 对阵WBG的圈者 要解说安将解说一文为您带来IVL球技赛实时赛况解说 看一下这边东旋的一个追击目标会放在哪边 往中枪走的话就要是去追换鹤的一个空军 先把这把枪压迫出来也可以 木屋的过客已经提前拉走了 这个位置想反扰一手但没有反扰到人 那只能选择来到木屋 对要在木屋追这边换鹤的一手空军 后面的影域已经好了 又回溯贴脸了 怎么说这把枪直接被骗掉 哇东旋的这个身位把护太精彩了 对那这个位置是百分百拿一刀 知道是能往库利拉给一个擦刀 对的这样的话第一刀开得很快 换鹤的话他现在也没有道具了 只能去玩这边教堂目的的一个板 这把枪空掉对于空军来讲还是非常同意 是的 小门这个地方的话安全帮也是比较少的 还是要往木地那边去转点会好一些 那他选择往中场木屋这个空里走的话 也是比较危险 对这个位置的话没有双弹 没有窗弹了 就稍微能断一下歌剧的那个隐约的速度 但是对于歌剧来讲 我也是比较容易能够拿你刀的 是一分钟上机到小木屋这边是没有地下室 但是看一下这边应该是有一个人黄椅 这个椅子比较难救 主要是救下来之后离板窗区很远 对他没有二六对吧 很容易说被拦截 而且你没有二六的情况下 对于歌剧来讲 他的一个节奏显现是比较稳的 对的 而且最壮的是没有把这个闪现逼出来 东西说没有闪 这边已经懒刀回忆了 一个回速交过去 还好是弹到窗区 直接翻进去 再卡一会儿淘汰进度 因为空军比较耐作 对 但是这样的话 可能会交两个道具 付出的话是两个护腕 而且还有双刀的可能性 哎呦 这边必须要弹了 手留闪现 看东旋想法 想动回忆吗 想再逼一个道具 像那个想法 你不交的话就打你 哦 还是选择 骗一骗 先压迫一下 也可以 回来再正常去击倒这个空军 节奏太好了 不用着急 这个窗户稍微博弈一下 哎呦 还是要 正常拿到刀 外面要把这个傭兵状态摸满 感觉这波东旋其实稍微亏了一点点 对 被幻合这边二六了一下下 然后但是密码其实进度还差了有点多 这把的话没有外面修得很快的人 是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傭兵的两个护腕交了 下一波逼护腕的一个次数就直接少一次 这样的话对于东旋来讲也可以接受 对的 你现在只有一个道具了嘛 开门战之前只要你交一个换 我就知道你没道具了 东旋这里猜了一下 把傭兵窝满可能是想着三个满状态 直接把人卖掉 对 就拨拉出去 还是选择最后回来守一下 那么傭兵再过来救一波 这边的话回可能要给一个双倒 直接选择弹把道具打完 还行 但是这边空军还是没有牵制起来的 幻恶想要打一个推墙砸晕 东旋但是这里太难了 对 很困难 是的 在傭兵半状态手里没道具 这个密码击差的真的有点多 看中间这个拉扯了 对于求生者来讲 你现在傭兵没状态没道具 他只能去躲起来 对的 他不躲的话这把一定被找到 快速击倒可能要出问题 砸记个木 谁还是可以扛压的 傭兵第一波救人被逼两个换 那点太伤了 回速有耳鸣 大概知道回忆的方向 是的 没有选择去排 因为密码机不够 这个时候再去干扰求生者的密码机 会让求生者的密码机 节奏雪上加霜 嗯 这个位置也是找到过客 杂技还是比较好溜的 对的 但看一看东旋手里这个闪现 能不能发挥出他该有的一个作用 嗯 这波要是焦的话就得就得尽快焦 提前果断焦 展现 对他要焦 正常开银刀 这波也是确定了没有飞轮 那杂技只有双弹 焦完我直接切技能 在我这个技能 你密码机压好之前 我去打一波手里节奏 赶紧把你打上挂 是能够稳定的在开门战 再把这个技能用出来的 是的 如果这边 独剧震慑直接击倒 其实他博弈的不错 但是割剧的两段跳太快了 是的 没有给到他足够的身位 那这样再挂上的话 佣兵下过手不能来救人的 而莫无师就 他这个位置挂上人之后 就可以去打拦截了 嗯 他是一定要往外压的 去打你求生者的一个时间差 对的 他这边有点断隐喻了 再回速再往外压 没关系 现在你亮密码机 我能排到一个人的位置 我就去找另外一个人 来救人的方向 对于求生者来讲 好消息是 耳鸣的位置比较靠后 对于东学来讲 很难去把他排出来 但坏消息是 你离这个救人 实在是有点远啊 跑完现在被卡在了木屋 而且很远的地方 就感觉看到了 对另一边傭兵 必须要赶紧过来了 弄了脚印的话 只能让回这边来动 但是他没道具 没状态 很慢啊 对最重要是 过客这个位置 已经过半了 是的 对东学来讲 你交一个回缩 回头 调虎离山 然后回头 再要去拿一下这个杂技 还是说再处理一下墨尔尸 那可能还是要管墨尔尸 让你那边救 救完了之后 我再回去 等于说你是一个全员半状态 老师最后一台密码机 就在小门 这个位置 还要在想不想走 直接打三刀 刀具已经逼完了 现在要回头 去目的方向 去找人 我这个时候 应该是能把杂技给摸好 肯定是能摸好 手里捏着传送 这个传送 看一下东学 会不会想着 用这波 去追杂技 其实两个人都不能倒 因为回忆 他这位置 他没到去优兵 倒了 他太慢了 要起很久 外面过客 是直接新奇台 对 而过客 他自己呢 是一个上挂飞 上挂飞 他还是外面新奇台 对 所以这波 对于东学来讲 我是什么呢 我先追你上挂飞的过客 让你的墨尔尸 出来顶压力 然后我在想 要不要去传送你的墨尔尸 对 主要是墨尔尸 他也求稳 他知道他不能去想的 那边 哎 好杂 墨尔尸的密码机 40% 再回溯 还有博弈 这里还有白球 对过客压力很大呀 主要是白球起不到太大作用 而且他不敢翻 嗯 这里的话是 知道你密码机不够的 直接选择交传送 对的 这就是一手钓鱼 对吧 我给 我抓你这个上挂飞的人 你是不是必须要修 你不修机的话 你就等于慢性死亡 那你必须要修 你没状态 我直接过来打你这个 修机的没状态的人 是 人机同手 对的 对于东学来讲 他手里一些传送 他的机会点 永远在手里 这个就是思路 是吧 他的思路是特别清晰的 存在很难翻 现在对于存在来讲 你必须要躲住 让东选在没有视野的 一个情况下 另外一端的密码机 能压好才能打 对 这时候脸上杂技 可以不管 是的 东选在这边 肯定还是掉的 还要回去这一波 怎么说 不回吗 不回速 那就是要处理 这边的一个佣兵了 哇 硬抓 也可以 打凶着持续的上挂 是的 因为佣兵是没自己的 他这处理掉佣兵 可以直接去密码机 旁边去排人 对 这一波把佣兵的刺激 给打掉了 那对于两个 外面两个小时来讲 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 因为你又要有人去摸佣兵 那他们两个人 又不能被发现 这个点还是比较难受的 这边确定了一下 中推方向是没有耳鸣的 大概猜到了 这边目的方向 肯定会有一个人 具体是谁 是这边过客的一个杂剑员 上挂飞的杂技 是的 现在密码机还没有摸到 哪怕摸到了 手里下个传送 还好这一刀是翻过去了 手里还有一颗红球 这个球很关键 风下技能翻过去了 很秀 密码机已经摸到了 看一下最后的时间够不够 这边左右护博 这一刀还是中了 坏了 还这样突然时间不够 而且东西可以直接传送 对 他可以这边挂上之后 密码机不够 对 挂上就是球稳 然后再去找 起来的一个佣兵 再把佣兵的一个 划钱给打掉 哦 他的一个自己打掉之后 手里面就传送 这样的话 佣兵也起不来 但是你佣兵起来 我知道你大概的一个位置 直接找你佣兵 佣兵必须躲 他得躲住 躲不住就必须要遛够 没道具 没状态 没自己 而且直接找到了 是觉得佣兵没有在这里 还要再找一找 现在这个时间不一定够了 可能要等着压一下 那就会走一个了呀 莫师赶紧点大门 然后佣兵这边往小门赶 还在排着佣兵的耳鸣 想着想不太对 要去门口了 是 这把的话有机会 其实不敢点 因为割据的移动速度太快了 但是你牵制的话 你还要交道具的 比如说你走地牵制是很难的 直接打这一刀 再跟第二刀吗 这个位置还得博弈一下 哇 直接盖到 那可以 漂亮 佣兵应该能走 还好撑住了 这里留了一个回速 怎么说 这边佣兵要被秒的话 他好像也能回去 对 能回速 另一边的门能点吗 再点 来得及吗 来得及吗 回来了 第一时间门开不完 佣兵起不来了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四抓局了 这也能四 佣兵没防 或者他们在赌 不愧是东选 太夸张了 直接击倒 拿下四抓 这上来 就直接拿一个四抓 你甭管过 那来看一下吧 这一局的一个格局 因为他们面临的是要去四抓的一个压力嘛 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选点 对 我觉得从技能上面来讲 会不会有一些变动 比如说我可能带叉眼啊 死场啊 这样的 对 都有可能 中场的一个病患 然后 小门地窖点的一个园丁 小木屋的杂技 再加上中推的野人 还是十字拳点 那这样的话 真就 要去中场尝试去追一追羊驼了 然后考虑到羊驼的一个天赋选择 可能双弹飞论有可能吗 有可能 也有可能 有可能 说实话 毕竟保稳嘛 看一下这边果然是带着一手失常 底牌挽领 求生者这边两个双弹飞轮 一个双弹换解为一 双弹拉满啊 对 可以说就是奔着走一个去的 没错 两边的天赋都为了这一场去做出了准备 有些辩阵嘛 那么现在这种比赛 非常比赛是由打BG的监管者 对阵出去战队的求生者 我解释一文 解释安将为一代的 AVL实时赛况解说 看看这边 要看Alex往中山走 要去跟羊驼进行 来个硬碰硬 也是依旧的从仁皇这个位置去反扰 大家的歌剧都比较喜欢这么打 主要是这样的话 中场还会留有一个回溯的影子 是的 看羊驼的第一钩 直接一个远钩 钩窗口 这样可以接一个窗户 但是手里的窗台没了 来回翻了 也是不亏的 这里可以去勾到红毯 也可以往墓地勾 看这勾怎么交 直接勾到红毯 飞过去 觉得拉得很远 非常不错 熟练度还是挺高的 那么接下来得往一块板 博弈到了 这边假骗 但艾力没有上当 还是跟过来拿到一刀 下一勾子可以直接往小木那边飞 对 而且甚至这个时间不用那么早 想要勾 因为手里有个窗毯 但她是不知道这边监管者呆的是一个市场的嘛 所以她要稍微防一下闪 对 还是一个固定勾点 勾到大门里面 但你从右边直追 那又来到这块板 要出板坛 手上还有一个轮 看一下这个飞轮要怎么交 是有快踩的 这已经牵制挺久的 飞轮 还是一个抽刀 但是牵制时间差不多也够了 是 他是想要直接蠢度 对吧 我飞轮把板砸了 让你反应不过来 艾力这边我也是预判到了 现在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救人位的密码就在旁边 手里有失常 必须得踹一脚 这脚踹出去 这把哪怕就是我被你二六了 还是三六了 我都得把这脚踹出去 直接六十的一个进度灰飞烟灭 对啊 看一下园丁要进行救援 手里有化险唯一 这个盾没有给他站出来 强行逼救 并换的一个淘汰进入挑战一半 那并换这边也选择这往目的角度里去倒了 不能再告诉队友了 现在你就有两台 密码机的话 对于 穷者来讲 要走一个 还是会有点小压力 这一脚失常真的太厉害了 把穷者一台密码机给踹没了 那他们的话这个时间就被拉得很久 对 除非说有人能够在二六站出来 或者说能够在起第二波上挂节奏的时候站出来 杂技园丁 总有人要站出来当这个英雄 不然密码机就是不够 嗯 没错 来看一下星河已经在旁边准备好了 两个化险唯一想要把这个时间拖出来 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有机会去完成自己的目标 嗯 这一波的话 还要救吗 我觉得可以 还是要救 肯定还是要救 还要救 把这个圈一刷 刷完之后去强托外面的两台密码机 对 尽量就把这台机都补满 然后就只留一台去打一个拉扯 主要是救完人之后 墓地的这台密码机就不可能被踹了 对 对 正能修开 如果说不救的话 Alex可以回到墓地去把这台密码机先踹了 然后再出去开第二波节奏 嗯 这样的话手上这个伤算好 但是第一时间还是没有密码机给它踹的 对的 第二脚比较难去教 球士们现在的密码机还差一台多一点点 让头一个废轮鼓掉 可以 还有板弹 板弹弹一下 不让他去翻窗 那只能再玩这个小短板 这个小短板迟早要倒地 是的 哎 又活到一波 可以 哇 这个烈士博弈博弈的这么好吗 我的时间算是比较长的了 是的 正常牵制到100秒可以了 已经立功了 对吧 这个牵制时间加上这个二六博弈 这个三六博弈已经立功了 对的 这个时候外面野人在把状态补满 对于Alex来说 他最好的突破口是圆钉 但圆钉的位置不一定找得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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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这边已经在修墓地点队 85 90 其实过去的话应该能亮 接下来要打最后一台密码机的博弈 圆钉的话不着急可以先去外面摸个道具 主要是他现在是半状态 是的 然后手里是没飞轮的一个天赋的话 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 感觉这刀有有说法 摸一下 哇很稳啊 往下摆 这个火球然后再飞轮过板 骗一个抽刀还是挺细节的 对的 再给一颗球 但这个窗敢翻吗 我极限翻 因为是一个土球 这点很重要 然后野人要跟圆钉这边打拉扯 哎这个位置直接过来 想要去把猪打掉还是比较难的吧 对的 前面的板子窗户都还挺齐全的 他现在这个终极节奏还真不好接 外面这个杂技眼都很能考验 圆钉暂时找不到 对 而一旦你要确定去找这边的圆钉 杂技在后面又可以新起台 速度还很快 40% 下一步 下一步的选择 直接往后期里面找 圆钉这个位置难留了 回速到板子中间 但是回错了 回太远了 他本来是想着回到板子中间 一边这样的话左右两边都能走 哎呦 艾莉这边有点点失误了 那外面那台密码器已经快80多了 对 那这样的话正常击倒 下一步让野人再来救一波时间就够了 我觉得他们可以直接亮 亮完之后一个人点门另外一个人来卡 对也可以 保证自己这把能走一个 对吧 我可能野人可以直接骑住过来给你压力也可以 对 因为现在圆钉他是没有回响反照的 如果说你选择救人 我万一打到圆钉了 其实这个人是白救 是 看一下艾莉克斯这边打针队的想法很明确 其实对于星河来讲可以直接掏 那我觉得他知道 知道你这边是没有回响反照 但是扛到刀了很伤啊 另一边点门的是一个杂技演员给到艾莉克斯 还有时间 但是机会不是很大 哇 这也回速还要在博弈 我掉了 这是双坛没有飞轮的原因 对的 这个板子还好 对的这个板子还好 还有底牌还有传送 那你现在得先挂 必须要挂 必须要挂 但是外面野人卡在中场 这一点是能够百分百确定的 是的 就是如果说你敢低谁人去传的话 那不好意思 我直接救人了 是吧 杂技点门点得很慢 先传送 杂技还能点 相信野人给的压力 百分之三十 二十 最后百分之十 没有选择传送的话 那杂技是能够正常把门点开走掉的 那起码能走一个嘛 对 然后野人这边的话 就看他是走门还是去找地窖了 因为他现在这个猪的一个时间也不多了 那这样的冲刺好像是救人 能救人 能救下来 那对于艾琳斯来说 这地方还有队要先抓野人吧 野人这个时候没有进步 能盖到吗 没办法盖到 可以拿到一刀 这边直接击倒 那另一边弗兰的一个位置也是能够确定的 是的 圆顶也不能给他跑 看一下 这个距离 能够猜得出来 过板刀直接击倒 得要先回去挂野人 这样的话把一个三的一个分 先拿到手里会好一点点 嗯 怎么说 那这边应该就是一个三抓 对主要是圆丁这边也没有飞轮 他是不可能有那么快的一个自己节奏的 他很难走嘛 其实圆丁跟野人他们的任务就是什么呢 就是帮助设下的那个队友 帮助杂技去点门走一个 嗯 那这样的话 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 这个破轮的熟练度一直没掉 这一局对于他们来讲 一定是博弈要拉满的一局 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选点 大房给到祭司 然后中场的大副 小房的门前的一个古董商 但是古董商跟这边大副换位 是的 是的 然后狮子楼的一个新 祭司是必须要在二楼的 对 然后心里这边可以找窗户 对于球阵而讲 这一局飞轮得带够 肯定会带 对的 像祭司这种位置 他就很有可能是飞轮 包括古董商 但心里的话 有可能是一个双坛 而祭司这个位置 可能是飞轮加上化险为夷 有可能 有可能 最爱的天赋没有之一 而破轮这边 章狂闪 闪现 配合底牌 尝试去多抓 带的是兴奋 祭司和心里都是双坛 对 古董商是双坛飞轮 这边的话 带艾力也是直接选择 不带万流了 张狂底牌 一手前期打法 对 然后带兴奋 这样的话可以去针对更多的求生者 不用着急那么带闪现 那么即将进入比赛 小画面本场对局是由WBG的监控者 对阵珠区的圈者 又解说安降 解说异文 为您带来IV要求其散 实时赛况解说 好 这个位置的话选择直接找祭司 对 但是祭司在二楼他可以选择打那种上下洞 嗯 那的话在下面 直接在下面转 这个位置想要去躲很难 真的很难 下面得直接交洞 艾力这个位置有丢夹的空间 对 看一下这个夹子能夹中吗 哎呦很准直接夹中 有装狂的 一级直接开起来了 我的天哪 这才二十秒就拿到一刀啊 对 然后这个时候必须要打上下洞 这个时候艾力斯也很聪明 我不变轮 我就这样上上跟 他现在不着急了 对 我现在也得等你变轮 我再去交洞 或者说你离开二楼我再变轮 是的 但是这个位置压力真的很大 还要再绕回 他可能来不及上楼就要被上一层次 但是感觉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可能时间会够 有机会打 落上二楼去打洞 这样的话比你变轮 但是滚到了 那完蛋了 这个位置不是很安全的 这个位置要被卡在里面了 对的 一个捏死要倒 看一下 哦呦夹主 这么准 这么准 这是什么夹呀 再捏直接倒地 看祭司这边中 没有带飞轮的 对 这里是有地下室 而且这边你如果选到来救的话 那很快要二阶了 最终是救杀也保护我手里有兴奋啊 嗯 说实话 我觉得祭司他第一波就应该站在二楼上啊 既然破楼已经变轮了 那我就直接打一个上下洞啊 稳稳的去逼你的变轮啊 因为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刚刚祭司在这里打到二楼的一个高低差的洞 跟在狼桥上面打高低差的洞是不一样的 是的 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看一下这波 夹子没出 哎这个地方 再猜再猜 第三楼打中 哈哈哈 但是你这两个人不好往外出 甚至有机会打双的 对 哎哎这刀落地打到祭司 要强冲出去 这个位置还要再骗吗 还要再压一下大幅的位置 大幅也不好出来 上车 旁边是有三岁的古董商在旁边 那我就选择直接给你古董商上次 对飞轮第一波顶掉刺 但是回来的话长刺还是刺到了 对的 手里有兴奋啊 手里有兴奋 看下三岁 哎 远处的心里也是移情交给大富 那这一波要让三岁救人吗 看一下这个位置 三岁正在八岁 直接选择变轮继续滚 对想要去逼三岁救人 密码机现在不够 因为前面就太快了 技能都没有交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技能 只能去堵它是个陕线 没有办法 看一下这边 兴奋 但是捏到古董商 其实这边是钻了洞 是的 不过这边还是走不掉 因为直接击倒 完了 这边要直接减远了 而且这一波减远之后 求人者外面状态 密码机差的很多 对 状态也不好 而古董这个位置也是交过飞轮的 是的 招架不了打一棍 但是不用 对 这个捏死捏倒 外密码机还差一个半台 和一个三十进度 不够 接下来就要轮到 求生者这边有点悲观了 你除非说外面有一个囚徒 对吧 你在密码机不连接的情况下 我有足够的多的时间去处理你 是 最重要是这边星河的位置 也直接被逼出来了 求生者目前确实是有一点点打射所趣 对的 时间不够 看看这波救人 无能无伤吧 无能无伤吧 直接 拿出双倒 但是古董上下来 手里飞轮也应该快好了 啥也没有 但是三十这个地方还不能走 只能看在脸上 等你变轮再救 上车 你要选择上车 收了有个飞轮 这波飞轮要搏一下 是的 那么就选择直接用夹去追 没有关系 因为艾力这里哪怕我等个十几秒钟 等我一波技能 你也是必倒 两台密码机 你心里是肯定不管的 对的 你看三岁的这波救人 那么他就要应救了 对而且应救 最重要是手里有二斤 你猜心喝下来倒不倒 帮他打断 但是兴奋 飞轮躲掉 不过大副这边是没有吃到那层次的 是那这样的话 球者这边状态就算是 而且三岁这波是真秀啊 对 算是暂时的把这个节奏拿回来一点点 但是密码机还在脸上 对一波飞轮人家云门直接操作了 那羊驼这里的话也是空地旋转 这里选择直接变轮给一个一刀 对密码机还有最后的20% 但这个位置守住 要不要脱技能 对肯定要脱 对肯定要脱 但是70秒60秒的一个时间 球者外面是可以清洗台的 所以最好是用这台密码机用来调人 是的 他们应该也没有什么先起的时间 这样我可以直接追你 都没状态了 对二阶落地再把大副击倒 守住密码机就可以了 对 再过来守 那你拉走我接着追 因为我知道你远段已经在修了 对只要我守住密码机 不管怎么样手里我有技能 并且球者这边一定会有人交自棋 嗯 好消息是大副有自棋 坏消息是大副没道具了 再一波击倒 再一倒 是 羊驼这个位置没有办法牵制 因为夹子封住板子了 只要等你挂上大副应该差不多能起来 但是密码机还差百分 没错 换台是比较多的 手里有二阶 这波二阶一旦快速处理掉大副密码机 根本不够 而且大副手里是没自棋的 他不好救 还没自棋 而且没有道具 得躲 真的得躲 86 827 最后10% 看一下这个二阶落地的位置 直接上床子 选择丢夹子 夹中一个捏捏完就压起身 压到 要空了 那要注意古董商的位置 小玉均被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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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搬过去吗 爱丽 在干什么这波 这波就不太对了 哇 被秀得头晕了 另一边可能要救下来的 这位砸倒大副 还得再去管 还好他没有自己 另一边能救下来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对 必须找到人 他这里直接牵了个插眼 那古董商选择去冲大副 保那边心里走一个了 但是这个时间真的够吗 他有飞轮 有飞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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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飞轮怎么博弈 有飞轮怎么说 这个家能不能夹中 没夹中 黄 还在黄 还在左力波 飞轮被踢出来 爱丽 手里有飞轮 飞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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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时间不太够了 可惜 这边门都开 那这样的话 小玉均这边就极限走一个 哇 这局真的最后给大副秀的头皮发麻 然后来看一下这边东悬的一个 还是拿爱维 选取率29 胜率71 是的 挺夸张的一个数据 真的挺夸张 就基本上选出来 就大概率能赢 而且他们比赛都是打四黑 对 都是那种天天训练 天天训练那种高强度四黑 是 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阵容 花台是给到了心里 那心里这个位置是要出来扛压了 这个选点 一个金字塔 是吧 倒下来的一个 你直接是站到 就入望 对 心里就是给你的 那这样的话心里有可能带双坛飞轮 这样的一个选点 心里大概率是带双坛飞轮 对 甚至说场上三个求人者 除开佣兵都有可能是双坛飞轮 反正心里扛压嘛 然后这边古董商给他放在大房 稍微好千里 因为你这边 你来寄宿我的话 我可以卡一个二楼 对 有高低差 让逼迫你的一个本体先过来 那你就浪费很多的时间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对于东神来讲 开局本体往古董商方向走 然后一死人的话 就去找这边那个心里 但是 单飞轮 对 对 幻鹤这边是补了一手滑血围移 对 等于说他们这把有三个这个滑血围移 是 挺多的 真挺多的 对 然后监管者这边是张狂挽留 现在进入比赛 没想到比赛呢 是由朱骞轮的监管者 对阵WG群争 这就是一文解关节目面带的 爱妙事实赛况解说 好 来看一下 这边 一死人往逃亡的方向走了 嗯 直接追 直接找心理 嗯 他其实本体都没有怎么动的 那现在往本体往中间抓一下 看一下这里的 喷都喷到吗 哎 直接上到60了 对 这个轻视度真的很多 哇 那实际上手还有一个本体喷 而且这边淘安是不敢回头看的 是 看一下这边要反绕 淘安这边意识到了 意识到了 一时间就意识到了 但是你这边的一个一死人 其实是在他反走那个方向 这边有可能第二个喷能喷到 喷到了 回来 第一刀开得很快 直接37秒有一刀 但好消息是 第二个喷没有给的上 是的 躲掉了 有在防 可是换鹤这个位置就有点尴尬了 换鹤手里的一个天赋 首先我可以换追你 其次 绕到了 对你这个位置到很难遛 很危险 哎双反绕 再绕 那这个抽刀没有选得打 难道是想秒他吗 还在看闪现 你也闪现喷一口 很危险 那A刀 我的天哪 就要打一个康梦 对 我们手里还有一个一四人的喷 很危险 真的不敢翻 因为他翻大概 哎 细节走下来再往前喷 知道你看的方向是后面 那这样的话处理掉入恋师 入恋师手里是有画现为一的 我是这把密码机 我就修两台了 对真的不够 心理前期一直在拉点 抓入恋师的话 真的是吞很多东西啊 因为你本来我不抓入恋师 入恋师也能给心里画 是 但现在的话我把你挂在你的灵鹿脸上 我还能拖你自己的一个圈 对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心理是开具给国刀的 所以心理移情会有压力 并且下一波手蚁一定开二阶 是的 这把又陷入到东选的一个节奏里啊 东选抓机会的一个节奏真的很强 没有选择原地技 而是选择直接拿二阶 然后保留自己的这样一个二阶落地的技生 让幻鹤没有办法去二六 自己骑过来二阶落地 六十五的星矢度过 还抖掉了这个技生盆 是 这个视角移动得非常灵敏 但是我感觉也只能是稍微再坚持一下 对 还是比较难 二六的这个位置 没有办法 这点的话想要再遛动一个二阶 这样他追猎已经出来了嘛 是 目前是一个九十七的一个清运度 不能再回头了 不能再回头了 再看一眼就会爆炸呀 把门子把一次人拉回来 喷就去好了 喷一口 又躲掉了 又躲掉了 我还在翻 那这样的话有板弹 被被融化 我的天 闭眼倒车 哇 完全完全不怕 我一个非常好 本来是马上就要被融化掉了 这样的话还能再拖一波技术时间 刀尖填血啊 等了第二波的一个球 那这波可以进行一个反升 这把有保平的机会了 这样的话这个牵制的真的非常成功 是的 时间算是拖出来了 密码 密码机的话现在其实差的也没有那么多了 只是差一个大的半台机 这一波你把入恋事给处理掉 那应该是只差半台机了 对而且入恋事身上是有轻蚀的一个CD的 想要现在出来 直接录一下 下一个灵鹫给到佣兵 拿佣兵一刀 但是我这边给了一个灵鹫 对吧也不亏 再直接反 然后这边入恋事接移情了 入恋事这个上挂飞马上掉了鞋 是的可以满状态了 满状态下来手里还有化险为宜 那东旋这把有点炸了呀 不好说真的不好说了 再加上佣兵手里还有化险 想动佣兵有点难吧 对的 还有两个化险呢 佣兵刚刚这个位置是给你追的 但现在不是了 是的 现在的话你只要赶快找我 我就 准备着随时弹化险 对吧不给你去秒人 二阶落地 没弹 还是回来了 化险打断了 飞到一半被拉回来了 现在密码就马上压好 对而且最重要是手里还有化险为宜 是的 这个化险为宜有可能会成为伏笔 这把三跑的面也很大 嗯 压好了 再激素 逃完看一下这边直接点亮 直接开 甚至佣兵还不是一个挂飞 这边的话东旋很难了 应该是先争取保证留一个吧 对 然后现在对于东旋来讲手里有闪 伊斯仁跟本体也是稳稳把两个门都空住 但他还是要争取保评哦 不然的话等下他那个小分就被扳回了 对 现在伊斯仁慢慢去压迫求人者 他知道附近会有两到三名求人者 嗯 求人者这边就求稳嘛 去拖一拖挽留 不要着急点门 然后这边慢悠悠的走到门口的话 门也开的差不多了就 是 手里还有闪 很松落地也想起 闪大门 闪现 哇 很果断 来张套过客的门是63-64 是的 这边的底下抓有平面了 可以 要先挂人 这两个要不要抢点门 肯定上抢点 肯定上抢点 另外一边的门已经70了 因为心里吃到满 就想它传过去 那暂时又点不到门了 对 我挽留马上 还有50秒 现在还有 过客的手里是双探飞轮 再拖一分钟就好 再拖一分钟就好 但是 一把起码保个平局 对 七秒钟之后 二维的二接好了 另外一边门已经开了 还行 我们还有一个护案 看这个护案怎么交 那有机会啊 心里跟一秒钟能走 能三跑 是 很漂亮 这边东水想的是 你古董商不敢点门 对 那么这样的话 是连大分小分都搬了 与张狂挽留带移行 他移行 应该是比兴奋好一点的 对 因为你要带兴奋的话 收益还是太低了 移行的话 你毕竟可以去防对手 对我拉距离 是 然后你这样想的话 因为有张狂 也从某种程度上 克制到了一点古董商 对对对 有耐受力嘛 对 这个选点 不想让你去封我的密码机 我这样怎么样都能修很快 是 而且也不想让哭丑的道具消耗太快 所以把它放到了一个危险 但又监管不一定会去追的一个位置 好吧 现在可能要追了 还是要封密码机的 你不让我封大船 我就封小房 或说往麦田那个方向去封都可以 这样的话 我的追击至少是一条直线 有可能会干扰到密码机破译 但是图安 开局的话 要去进行追击哭泣小丑 会有压力 是的 但是天赋这边哭丑 是带了一个化险围仪 过客的古董商双坛飞轮 然后外面一个回忆的正常的化险围仪的守木人 加上飞轮的 唐婉安的一手 东轩这边也是底牌 挽留戴怡行 嗯 那这场底牌挽留戴怡行的话 就上限比较高了嘛 即将进入比赛画面 本场对局是由朱雀的监控者 对阵WBG的求人者 又解说安将解说一文 为您带来IVL秋季赛实时赛况解说 好 直接赶路 先往大门排嘛 这边幻队 这边幻鹤的枯手 手里带的是化险围仪 没有双坛也没有飞轮 直接选择王 大船追回忆了 守木人 好追吗 也有压力 但是没有人帮他下板 对 大船这个位置的话 你没有天下板的话 还挺难遛的 一刀就把铲子打出来了 而且你还怕吃路一刀 你等他擦完刀之后再跳下去 这个身位拉不开特别远 感觉下一只猫有刀了呀 他可以走到一半放猫 跳下去 上下有一个吸引 然后再跳过去 手里还有个跳 对 这样的话这个距离 你大概率要吃刀的 炸猫 炸猫也可以 那还是有刀 对的 而且擦完刀猫又好了 对很快 手里还有移情 你要下铲的话没有办法 可以直接移脸上 直接移情移脸上 这边可能要被秒了 铲能出吗 能出 但是这一刀如果打出来 下一个猫就败 这里有板子 那还好 刚才这刀空了很关键 对 如果说没空的话 守木人直接出铲 然后下一只猫直接跟上 就直接秒了 这位置 不对好像找不到守木人了 这个视野有点低 没看到 但现在还是看到了 短暂的丢失了一波 好 守木人的铲子也差不多要到时间了 但是他距离拉得很安全 酷丑来了 等着两个人直接开车走吗 还是帮帮炸 这个猫很大 没有两个思路 哎 踩满了 要不要炸他一下 炸到了 但是猫还是跟上了 但是你没有二接 没有第二段跳 对 没有二接跟不上 距离跟不上 是的 只能眼睁的看这个猫掉啊感觉 哎 最后直接踩到了 踩到一下 但是能翻过去吗 应该是能翻 对 倒还是差一点点 还得再等一个猫 对 那再等一只猫的话 但是我好像还能来 来不来 没来 没来 距离太远了 不来了这边就要倒了 把猫拉回来直接晕住 不知道 密码器的话 来到三胎左右 够的 这把密码器是肯定够的 肯定够 就看你怎么救 你救人只要不出问题的话 你是能打四天开明战的 对的 而且哭丑这里 手里是有化险唯一的 焕鹤这个位置只要别被拦截在远端 拉个火箭贴椅子 是能本救的 火箭来了 这只猫也跟上 哎 擦肩而过 没抓到 炸成员 完了 这是个远近猫 完了 能救下来还行 但是要双挡 还是要双挡 这是个远近猫 没有办法 这个太吓人了 刚才他其实差点救不了 对 如果说东旋再往前面走两步 这个位置就根本救不了 每个一行 那这边的话手边还要倒 那这波双挡的话 这个密码器有可能就没有那么够了 对 平局 甚至平局往上走的面就来了 对的 对于东旋来讲 他有一波再拦截 然后去打平局的机会 对 这毕竟是使图安 而且一旦拦截 拦截到了 那就不止平局了 拦到了就赢了 对 郭柯要从另一个方向赶过来 从大门中场的方向过来 真不好救啊 郭柯这个位置有点远 对 距离太远了不直接卖了 但是你卖的话 你有可能会平下呀 对 卖的密码也不够 接触 那就不救了 真的不救了 哇 这位置一个猫过来 大概率也看到人的位置了 这个猫拉回椅子面前就可以了 那猫一段跳 这个猫踩不到两罐 直接过来被打两棍 两棍十秒钟的指鸽 要回去干扰密码机 有一台70%的密码机在哪里 中场 中场亮了 中场没亮 中场没亮 锅丑手里火箭不多 一个 再躲 前面二明起来了 猫的位置也要跳出来了 下一个跳能够直接击倒 密码机还差只有20% 还要再来世纪一波救援 古董商是双弹加上飞轮 有危险 但这把 枯丑也没有自己 过客要去压密码机 然后让昆虫过来就 这是最好的选择 下一波 东悬手里的怡星也好了 看一下这波猫怎么放吧 怡星想要直接换密码机吗 也不太对 因为他看密码机没动 知道也好了 想打针队 因为在赌 赌幻鹤手里是不是化险维一加上飞轮 你可能这边得一直扯 诶 就打针队 密码机还是亮 还好 有赌幻板照 对的 但是这边没有自己 对的 而且并且点门的是古董商 古董商点门会比较慢一点 看能不能赶快处理掉 因为他手上有底牌 这个距离有点太远 狼猫过来 炸一下 给个减速 那还能再接着翻 能翻 对 能翻 能翻 等猫 但是门这边才摸到了 而且还是个古董商点门点得很慢 哦不对 古董商站出来了 这个点门的速度是昆虫吗 应该是 对 是昆虫 昆虫站出来了 怎么说 有传送 这波先挂人 古董商卡在中场 要不要直接传 传送 落地 古董商要救人 赶紧过来救啊 对 但是这边的门是不够的 先落地把逃完的一个昆虫处理掉 手里有两段跳 这个人是牵制不了的 要倒 诶 这波没踩到 这也行 这不太对了 我以为 这波应该是落地能够直接踩得到 踩到云 直接秒了 这个猫没有咬到的话真的很亏 不过还好 拉回来的猫咬到了 拖了一点时间 那这样的话距离太远 酷丑直接去点门 这样的话密码门就能点开 有机会平 对 时间是够的 对 应该能点开 对 大概率是平局 这已经摸到门了 但是东西还在大门 对的 要再赶过去的话距离太远了不一定够 所以想着看看双十一这边会不会有耳鸣 排下人 这边 对 正是你一个心理嘛 对吧 我这边肯定是直接点门直接冲的 因为你在大门肯定来不及 没有技能了 对的 那这样的话就 WBG这边完成了一个平局 那么只要WG保平 他们就能够在 选用率是10% 胜率是67% 2%的一个胜率 就你再强 你跟我打团 你也是亏的 因为我是拉相师 对 我中后期 我技能开起来 二阶 到时候就真的热辣了 热辣 要烫起来了 这样那个选担 是把精管引到中场 然后大船给到了一手入练师 但我觉得拉上师是可以点木屋的 是可以 然后是木屋窗户封起来之后 就很好追 对对 木屋抓人很快 是 但这样的一个选点的话 可能就要考虑去追飞行家 因为飞行家有可能鞋带画下为1 不好说 甚至有可能 如果秋泽要打得极端一点的话 双坦飞轮的一个飞行家 也是有可能的 就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一个天赋 怎么样去鞋带 入练师也有可能带画线为1 是的 这边一个底牌挽留在移行 就是这边是双坦飞轮的一个入练师 加上单飞轮的击球手 双坦的飞行家 还是都是这个牵制天赋 那么现在就比赛 2比3的时候 WG战队的监管者 对阵这些战队群人者解说 一本警官将为您带来的 IBL实时赛况解说 好 来看一下Alex把追击目标放在了羊驼的飞行家身上 是的 上来先封个半窗 把这些窗户都染上蜡油 这样的话 要翻窗的话 但是他有道具嘛 他可以往后先拉点 然后再用自己的个道具进木屋 是 看一下这边 宝瓶三件套已经戴上了 选择还是往双十一回来六 提前交喷 但是这个距离没有拉开 反而是要被吃满辣 十六的辣很危险 这边吃个六十辣 有可能被秒 因为技能在CD的 看一下七十八十九十六 九十六的危险 下一波落地拉满 有落地到吗 这个大盆得交 大盆得交 被拉下来了 火箭发射失败 不够了不够了 火箭发射失败 是 这下是真的坠机了 确实 就能感觉穿那种难受 是 是 就是在升空的一瞬间 给他打下来了 对就下来了 这样的话对于球者来讲 你想要去争一个三很难了 浪是可以一直打针对的 请问这边怎么说 直接弹过来一刀 那么 现在关键点是不让他二六 对吧 对于球者来讲 你关键点是得以想办法六 但是 几球手呢 他得修啊 他得先修完一台才能过来 对 不然的话时间更能够 腊尺满 一刀又有了 而且马上就要二阶了 对的 对恐怖之后技能还没有交啊 对吧 说了一行没有探出来 在这个地方过来了 这可是腊相尸啊 硬住就可以直接回去添了 你给我打球 我给你喷腊呀 李相往来 打一下 开二阶 还敢欧币吗 还要再来吗 胆子这么大 欧币未来欧币 欧币 有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啊 小心打 没打下来 还是没有用 只有击退 那这样他在正常挂上 厂商密码阶级度 根本不够 不够 而且这波救人压力太大了 二阶有技能的蜡相 对 他如果真想要你救他 哪怕他切个放狗呢 对 你根本就救不了 更别说现在手里疑心还在 是的 救下来又怎么样的 遛不动的 是的 这波也只能刷一波 分家想活还是很难的 热拉开起来 开火了 看一下 来敢扛吗 你自己要吃刀啊 鱼脸师 别抱了 抱不住的呀 这击开倒地 有个飞轮躲掉 但是不够 你在我脸上我还能贪 平常说你记得三岁来了 这是个好窗口 但是这个窗口是可以封起来的 是的 而且这个角度也不好 不好 这个拉箱是选的太好了 是 这手拉箱选出来 根本没有办法打 对对于球人来讲 你就 这个OB位零作用 是想保人只能拖时间 是的 但没有办法去 甚至欠了个喜奔 哇 这么决绝 太夸张了吧 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 就觉得自己能 因为他只要剪圆中留一个就行了 对 而且更别说现在密码机根本不够 真是这个 长江后浪推浅浪前浪热浪太滚烫 没办法 一点都挡不住 是啊 没法挡 根本挡不住 那这样的话 其实入练师 外面再兴起的话 时间也不一定够 因为这是个二级拉箱师 大家只能尽力去拖对我的时间吧 但是你要想要做到一个三十三岁 你还得留道具 太困难了 还得让就能给你打 就是能给你最后给一波救人 哦 这面一个飞轮 但是飞轮多掉之后热蜡还在 我接着喷 感觉三岁一直在发力 我天哪 再砸一板 还能再绕一圈 现在的话 手里的热蜡时间还有一半 是的 没了 那这个蜡要重新去上了 对 大家不着急 因为揪手的这个位置 是的 板子没了 又遛了一大圈 发现密码机还差一大台 你看已经一百秒了 这个牵制时间真的很久 是的 一直在发力 这边又有一刀 那么 那么外面这两个人的话 只能让电视修 然后佣兵过来救了 但佣兵救人的话 你这个道具肯定是留不住的 那么开门站的时候 我甚至可以去 选择追你这个佣兵 而且佣兵更别说 这波救人救下来 时间还不一定够 对对对 反正他随便追谁嘛 他只要追一个人就行了 对 手里一直有人就可以 对吧 他等会有兴奋 你揪手这个球也飞掉了 而且你也没球了 那这个兴奋的话 其实对于Alex来说 有用 但不一定有用 有用啊 他可以无脑过板 对顶板 对 横冲直撞嘛 我把我自己当博士的 是 要压满 86的米瓦机 那一直被锁 对 没有办法去修 好 他也进度调优再慢慢往上上 这边星哥得注意啊 他必须得 他必须得精准贴椅子 弹过来的 不然的话 是有可能救不到的 他要尽量保证救下来之后 这个人能 诶 这会非常好 直接能瞄扯 基本上必须要给队友扛一刀 两个人直接翻板 这个板子没有封住 但是艾力可以选到直接开热了 我啦 直接上 佣兵要直接受伤 之后没有办法打 这边直接亮密码机 也是无奈之举 对的 两个人都在脸上 现在对于Alex来说 收谁都可以 三岁没到剧 佣兵手里有胡腕 肯定还是把追进目标 还得做 想要去点门扛压 但是太激进了 兴奋 顶板没顶过去 地上的位置在哪里 地上离得好远 这个板子一封 两个人能再点 真的吗 放手一搏了 真的 够吗 放手里有飞轮 看这个飞轮 肖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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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肖蜡 可惜 这一刀没有打到 但是 还有热辣 继续 直接击倒入练时也走不了 那这样的话 没有人能够拦得住 Alex 把三岁淘汰了 那这样的话也是 确定了收下的比赛 非常漂亮的一场翻坦之战 对 打得真的太精了 看一下佣兵 双方都是敢打敢拼 是 非常的刺激 而且这每一场小局 都是操作拉满了 那让我们恭喜WG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是的 这个整个天平 它是压过去了 这个时候 其实你拿个入练师出来 是既能防 歌剧也能防艾薇的 或者说来手心理 其实就算她拿歌剧 我也硬持三刀 不像圆丁这么偏激 对吧 你前期掉盾以后 那么想再去叙述下一个盾 可能就得等你 从椅子上下来了 对 这样的话真的是得 让每一个求生者 都牵制起来才行 但凡有一波没有绷住 可能就比较难去调整 跟运营回来了 看一下这个悬点 是大船下面是一排过 是的 有点孤立这个莫偶师了 是的 就自己一个人在后面 但是没关系 艾薇有可能会去陪你 因为莫偶师 其实在小船这个点位 它是没有那种道具 可以飞檐走壁的嘛 它平地 顶多只能用自己的路易 去拖一下一个镜板 或者说翻窗的一个时间 对 艾薇还是选在了中场 这样的话也是处在一个 掌控全局的一个情况 可以先控 一次人去放置逃片 也可以选择直接追 而且那个点的话 有可能会被架住 对 你先看一下他前期怎么去追 没错 这点位应该会出生在小船里面 靠风车的一个位置 莫偶师的点位还行 不算特别危险 而且你既然都选了那么去 针对割据的一个阵子 我看一下他们加点怎么带吧 双坛飞轮的病患 然后莫偶师是双坛 圆丁是多带小化险为夷 没错 两个化险为夷 小船是底牌外 牛家闪现没带脏黄 这一次他非常喜欢的一套选择 是的 而且你本身求生者 没有选入练师嘛 所以你带底牌也是可以的 是 现在进入到比赛外面 本场比赛MRC的监管者 队员ACT的求生者 有解说 压吉林指为您带来IVL 实施赛况解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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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感觉他下板的第一瞬间 他其实是可以上足的 因为当时伊斯人没拉过来 他只有一个本体的朝向 可能吼断你的猪而已 是的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也是给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身位 是 身位太近了 平地直接拿一刀 这一波他不会追这个野人的 他就是等一个伊斯人到外面找到园丁 然后落地就开始追别人了 野人这一刀等于是白拿的 不过这两下的话其实也是空掉了 不过园丁那边其实盾也差不多要消了 没错 等消了他就可以第一时间传过去了 但是这边小陈好像确实是想追野人吗 感觉有点想法 就看你给不给机会吧 我感觉是没太大必要啊 可以换的 说实话得换啊 好 这里总算传了过来啊 园丁70多可以闪开 但是 看到他在卡顿没有选择开刀 还在忍 90多的一个青石值 这个盾要消了 故意回头看了一眼 凌满 来得及拿刀吗 还是抽到了盾上 是的 其实真的是最后的一个时间 是 当时那一波狗狗也是有很强的一个心理博弈能力啊 就原地一战 我看你敢不敢闪 但是小神闪了 应该是能打断那个盾的 是 青石度其实已经很多了 对 所以的话是直接闪过来想跟一刀 青石度是86 没错 刚才的一四人家本体两波吼都吼到了 那现在 再来一波 直接秒了 野人那边是刚 找人调整好 场上的秒机是不够的 因为你前面野人也是稍微给了一点机会嘛 而且那一波其实你拿完刀之后 你是不敢下猪的 嗯 就只能说等到一个真的去追圆丁 你才能下猪再去找别人调 中间是耗了很多时间 是的 是的 就只有两个人在修机 还有一个人要过来给野人调整 嗯 是吧 虽然没带张狂 但他这一波圆丁上椅 他基本上等于是带了一个张狂的节奏了 太转了 野人那边拿了一刀 然后圆丁这里也是 就变成你这一波人其实就已经可以开二阶了 对 圆丁就没有太多的二六能力了 看一下这一波 淡淡卡在了后面 选择先下猪 下猪的话有可能会被打双倒 不过小陈出刀是非常果断 没有再卡一会儿青石值 这个点位狗狗应该是转不进板了 是的 而且其实也很难再有下一波牵制的机会了 是的 现在就看一下下一波熊者怎么调整吧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本身啊 你是没有一个回状态能力的 如果再救的话 那可能就是会有两个进入半状态的 小陈一会儿把圆丁挂飞以后 他就可以出去外面砍瓜切菜 对 很快地续上第二波节奏 想让一身过来先去卡一下 是 不让外围你直接出去续节奏 那这一波续不续节奏 其实都行 因为他在脸上已经把这个附身给用了 他就可以大胆地拉到外面去拦刀了 哎 打断 拿一刀 病患这边过去 有没有机会落地 感觉能极限救下来 但是救完之后你可能活不了 是的 圆丁刚才在倒地前是续了一个秒顿 然后 这一波看一下病患也是成功脱离 所以没有双倒就还行 感觉刚刚那波好险 因为病患其实他过来救人 那个侵蚀度已经很多了 这里感觉但凡带一点狂暴 应该就有机会能够打断这波救人 或者是说更早 是 早一点点 他现在的话其实再过去大门 想要去找一下野人那边 但是野人其实救完人也是一个半状态 对 他现在等 给直接上了 逼上猪 然后那边一死人找到病患 是可以考虑去追病患的 毕竟散现是快好了 密码机现在是差不多四台 是的 这一波打野人 只是想把他给逼离遗产 逼着他离开大门 然后他再找机会去处理外面 那个半状态的病患 不过病患已经走了 那现在就等吧 等他下足了 等他下足用闪现处理了也行 是的 这波的话其实他也可以先走地跟着 是 这里的话其实闪现已经好了 在卡红光片 这波闪现可能还想 留着切其他技能吗 哦 还是处理这个病患了 因为病患这边其实也是才大一产 99 99 太极限了 搬进了双11 有点可惜 那这波 因为刚刚的话其实感觉野人也是有机会 去处理的 不过这波是轻视度满了 偷看 走在双11里面偷看 然后小程也是切回来发现 那边居然突然间给叠满了 就停灵了 赶紧切回来看一下 那现在可以把人压在遗产 穷者这把已经 不是特别好打了 是的 因为外围的塔机器是 只有一半左右 是 因为大门是那台70多的 那现在半状态的野人在那边 我可以逼传过去 逼你上猪 然后再传回来 下一波切传送 再来抓你的野人 你有如何处理呢 你不太好处理的 现在都还在找这个 新界过来的一个位置 现在底牌就是小程最大的优势 他能打的操作太多了 我那边淘片一放 你现在野人只能出去 你野人出了淘片范围 我现在过来我是有技能的 但是我的话是直接等到上猪 我也没关系 等一上猪 我一会底牌就切传送 过去处理你这个下猪的野人 是的 而且那边那台机本来 进度就不是很多 所以他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机会 想要去处理这边 是 看一下这边 头片一放 莫斯其实到 诶 这技能不交吗 没反应过来 被打断了应该 但是你这波怎么怎么就能 那就不下来了 对呀 你这边一满就救不了了 这 有点 大失误了 这波 这把的话 其实整把看下了 ACC起伤者那边多多少少 是有点失误了 是的 我刚才想说 一环扣一环 我刚才想说 莫斯其实倒不是特别怕爱回的拦截 毕竟你是十几刀 对吧 就算叠满青石子 我交两个路易 还是能救 但是 结果到一个都没交出来 一个都没交出来 一个都没交出来 那又找到了蛋蛋 结果直接传过去 手上的技能 闪现还在 这把应该是要冲着试抓去了 我们落地刀机会 有的 有的 呃 现在手上闪现还在啊 感觉 一会儿甚至可以切传 所以 蛋蛋这边应该是不太好救人的 哈哈哈 直接传到了陶片脸上 那蛋蛋只能强行 往后退 是的 是直接切了 切了一个遗形 过来 过来以后 但是脚印是断层了 因为刚才放了一个猪徒猛进 已经进到了大船里面 是的 现在的话其实就一定找不到 是的 但是也没关系 其实 但是没关系 可以切个摄像头自脚 应该是能看到了 诶 下面有一个头片 形式度直接满了 上来是直接完成了一个试抓 就上来的话 其实你可能说 前期野人被拿的一刀 本来就是一个横亏的 嗯 那刀你拿完之后 你又不敢下猪 下了猪还得找人去摸 这把小陈三个大天赋 你说求生者怎么跟他打呀 他带着脏狂 挽留加底牌 对吧 你别人 别的爱为他就是去找一找的 因为他这一波 需要试抓的情况下 得快速秒掉一个冒险家 这样的话 那穷者密码机才有可能不够 是的 而且冒险家的话 其实我觉得 你可能在这个地图 其实还是比较好去苟一下的 是 就选在了双11后面 这一波也是来了一个摇摆 把飞行家给摇到了大船上 但是正常来讲 冒险家在大船上 其实也不太好躲 因为他那个地形 不像那种草地 我觉得可能外面还好躲一点 没错 因为外面的小模型 其实是比较多的 那这个点如果他是选择 但是上当了 但是上当了 那这一波去海边 就想堵大船上这个人 是一个好追的人 那他去了以后 发现这个飞行家 其实是没那么好追的 是的 而且那个点的选择 其实就算他是选在 那个暴米地的附近 其实冒险家也不好排 没错 因为那风车附近的 一些杂物还是比较多的 小船双11的 有那种小杆子什么的 小栅栏什么的 没错 所以感觉冒险家这个点 应该是比较难去开局就追了 点还挽留带闪 或者说博弈就是猜到了 我知道你在那边我不找了 我就找大船这个人 看能不能快速处理掉 但是我们看到是三个双弹飞轮 只有野人一个化线唯一 好像处理谁也差不多 就感觉大家自保能力都很强 是 现在就比赛画面 本场对局说 ACT战队的监管者 对整马西战队的穷者 局说林子 鸦锦 在IBL实施赛况解说 海边那只能往大船去追人了 这波已经看到飞行家的一个位置了 是的 而且那个点的话感觉不是特别好去开追 是 我觉得起追是比较难的 这里的话其实也是想要去狗一下 这把是有两个冒险家选出来了 三个双弹飞轮加两个冒险家 那博弈眼睁睁看着能从甲板上走上去的 怎么消失了呀 你到底在哪呢 这一波还有机会吗 好像机会转瞬即逝呀 是的 感觉新观众没看过这种场面 但是我们老观众也没见过呀 大船上的这个狗点 第一次这么有作用 感觉那个点要是有个地下室的话 应该就下去了博弈已经 是的 那再过来的话这边有一个真的 不能再找 再找下去准备第二局的BP了 这一波也是果断来到中场 看一下野人也是上猪 帮忙掩盖了这家冒险家的位置 是的 但是那一波的话 其实脸上的话就有一个找不到的冒险家 以及一个骑着猪的野人 是的 这个开局 虽然说密码机是没有什么太多动静 不过空军那边是快修完一台 而且冒险家是 这密码机差不多已经两台了 因为 散开野人吗 已经有点富贵险中球的感觉了 那这里能砸到吗 哎呦 这一波抽刀的话 其实还行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因为前期节奏太好了 求生者那边 而且你是闪现跟过来一刀 现在已经是没有技能的一个状态 闪现开刀嘛 这里 而且猪是打下来的 看一下空军帮忙交枪了 这部的话我觉得直接拉走 不要倒到地下室就行了 因为你不倒过去那边的话 其实你抽了一刀 两刀 就不管说是救还是不救 还是有更多的空间的 而且外围其实冒险家那边是 几乎有一台机的密码书业 没错 这一波帮忙 让空军救一下 等到下一波猪的CD好了 救下来 野人是有机会能够操作起来 毕竟博弈现在手上没有闪现 而且你其实开枪的话 你那个猪是稳上的吧 就等一波猪就行 就尽量是把野人能够换出去吧 毕竟他是开门战 比较厉害的一个角色 密码机的话 其实已经三台半了 是的 看一下 空军这一波已经贴了过来 也是准备要救援了 这里要交枪吗 没有交 那应该是要奔着奈奈去了 看一下 手上还有个飞轮 这里有个博弈静板的空间 是的 我这个的话也是没抽到 没抽 那现在还有一个板坛 看一下能触发吗 来不及啊 但已经四台机了 嗯 成功把野人给换了出去 现在场上密码机只少最后一台了 因为猫人家手上还有数月可以挖的 是的 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是在挖他的第三本书 哎 不想让你们调整 直接放了下来 这一波有点已乱打乱了 看一下飞行家要扛这一刀吗 哎 这也是预判他要过来想断一波影乐 是的 但是再过来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把他扛到这一刀的 而且没有 那不用扛了 没有加状态 野人还有一秒钟可以上株 来得及吗 哎呦 最后一秒回数 他上株他回数 两个人相顾无言 那坏了又开始绕拳了 是的 而且飞行家刚刚的状态也没打掉 他就有一个飞轮然后直接进板 本来想帮他扛进板的 对 有一个飞轮给你秀了 雪转 现在飞行家直接到外面去再找一台密码机 空军也是 可以让他摸起来省一个志气 快压好了 因为冒险家那边是一整台机 几乎是 是 直接扎到海里去 对 发现自己的时间快没了 然后海里面去多拖一会 不过这个野人其实才是一个二挂的野人 空军那边还有把枪 现在就算去抓住这个没有回光反照来打的话 其实也挺难的 嗯 那密码机已经快压好了 这一把 那边也在扎针了 找到了一个开门战唯一有回光反照的人 所以就看这部开门战能不能打个不同的针对吧 来把救人的那个人打一刀对吧 然后直接追救人那个人算了 但是那个人有三个背包 对 博弈其实也不知道这个飞行家 他到底带没带双坛 因为他飞轮确实是交过 回光反照还不确定 对 这一波如果能打个震慑 是没法起的 打了野人 是的 密码机直接秒上珠 现在手上有闪线 但交了个闪线的话 是有可能被三跑的 所以他这一波要省这个闪 但是这里野人加速已经起了 开始绕圈 是的直接去跟你绕模型就好了 现在他都终结不掉 就回溯 那边门的话其实马上就要开了 没错 但是看一下野人这里持续时间 是不够他跑到地窖的 拿一刀只能进木屋要逼伞了 那也是把这个闪线给他吃出来了 其实这把的话野人也是吃满了这个闪线 最开始追击的时候 已经是把这个闪线给他吃掉了 也是这样子的 但是他牵制艾维跟牵制歌剧 又是两种不同的节奏感 对吧 牵制艾维你的防返绕 牵制歌剧 你就得跟他进行一个区域之间的博弈 看一下双方的选点 空军选在了桥上 然后终点站边上的大幅 鬼屋的杂技 以及一个奇点的园丁 对 这里是骗了一手 这个点位也同样是骗了一手 不然正常来讲是把杂技放到终点去 终点去 对 然后把空军放在鬼屋或者园丁 是的 因为他们想防这个双窗的人 把双窗的选点 因为今晚选双窗 他是有可能直接进鬼屋的 那如果说把空军放在桥上 骗到了这波点位的话 空军他就可以提前拉点 拉到起点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 就你前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牵制空间 没错 而且那个点你选完的话 园丁在外围也是处于一个 比较安全的状态 是 那园丁起点密码机被封 他可以往二战走 甚至他也可以去二战 把灯给关了 这样的话空军有一个一战 做到三战的说法 然后他顺便就直接在二战破译了 戴宜行 底牌板留戴宜行的歌剧 是的 求生者那边的话 是两个双坛两个化险为夷 没错 这把是都带了一个回光版照的 狗狗也是有点负重前行 这把化险为夷 他上把好像也是带了化险为夷 现在进入到比赛后面 本场比赛有MRC的 监管者队炎ACT的求生者 有解说压己丁止 为您带来IVL实施赛况解说 看下还是去鬼屋吗 还是说虚晃一枪 还是说虚晃一枪 这时候是等园丁的盾销 对 感觉想要去先往鬼屋那边去压迫一下求生者的走位 如果带到园丁那边的话 园丁盾掉了就直接换抓了 嗯 可以看到狗狗那边确实也是上了二战啊 把灯给关了 这样的话 星雁可以往起点走 但小陈这一波是 随时有可能去转一手园丁的节奏的 是的 不过那边是好像把车坐走了是不是 嗯 是吗 没有 没有坐 是他自己跑了但是没坐走 而且这一波上车的话一行是没好的 所以 对于小陈来讲 只能看着这个杂技到达三战了 那现在只能回到桥上看一下 桥上是一升 这一波直接点一个一行 刚好 一到三战底下去 没错 但是也是因为时间上面确实是慢了几秒钟啊 不然的话他是有可能在车上直接把人打倒的 空军过来帮忙了 知道你是一星以后 那这把枪就是非常稳的在你踩板的时候交 对 但是你交完抽这个点好牵制吗 可能说杂技能跑 但是空军怎么办呢 小陈也没有换节奏 空军也躲到了比较远的一个位置 还是选择继续追一下杂技 是的 而且这个点的话你可能踩完板 看一下这个球怎么跳吧 但是拖不了一个太长的时间了 没错 逢一下路 但并没有封道 不过信念这里 最后一块板一踩 应该没有太大的限制空间了 这一波的一个配合其实还可以了 密码机脱的 那主要的点是在于杂技上来被追击的速度比较快嘛 直接进入一个追击节奏 对 这个点的话其实也是挂到了救人位的这边 想要先去赶一下狗狗那边 直接强行顶出来一个盾 但这一波小陈也没有打 直接回复 看一下熊者 也没过来救人 是大副慢慢的靠了过来 想要再摊一会儿 因为离的也是比较近一点嘛 是的 心眼准备往鬼屋去进行一个牵制 要到楼上 那园丁要 好像不想拆椅子了 好像提前拆过了 已经拆过了 已经拆过了 那这波杂技到这个位置挂的又慢 对吧 然后上椅以后还能多坐一会儿 也是排了一下 看一下 园丁有魔在附近准备打战术 是的 不过密码机的话 其实拖的也是挺多的 现在也三台第四第五台 都已经开始了 摸了一个球 是的 我觉得运气很不错 这个球 开门战有可能会 让小陈陷入危机的 对 可能能够拉球近一点 嗯 密码机是有机会够的 因为园丁这里带了一个化险位移 只要能够救下来 甚至帮忙卡个门 如果能废掉小陈的这个移型的话 开门战基本上是稳了 但关键点还是 现在已经发现了狗狗过来的方向 直接拉球 是的 那这里续盾续的不够多 救下来以后能续出来吗 哎 没续出来 这个盾还 但是还是打到了杂技 是的 但他在续盾的时候 现在就要反过来卡 然后杂技跑出去被打到了 对 是比较亏的 那边密码机不够 如果刚才能够续出来一个盾 然后并卡门的话 其实还是有点机会 在密码机 只能再多一台 多修一台新的 防止小陈去 传送外面的遗产 是的 外面那两台的话 其实进度都已经挺多的了 有个七八十 谁选择传送 看一下传的是谁 大副 但是大副手上是有表的 不过好消息是 大副那台是比较少的 嗯 我外围新起那台 其实也挺多的 四十多的进度了 对 两段表都要到了 这时间其实还是拖起来了 因为园丁本身破的比较快 这大副准备去坐车 坐到终点站去了 直接一个回数 那应该是能够在终点站拦下来 穷者必须还 再来进行一波救人 是的 然后小城的话 现在技能刚刚交过 还是得把这个技能 在开门站的时候 给他拖出来才行 对 小城其实也可以接手 因为本身 自己传送还没好 我多守一波多拖点时间 魔箱子是摸到一根针 对 不过园丁那边其实离起点 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并不能立刻开门 所以对于小城 开门站来讲 也有三抓的机会 是的 而且终点这边 离得也是稍微远的一点 是 这一波可以不打 可以不着急打 还是打 我打了之后 其实一三那边 是没有一个强牵制的道具的 没错 就可以快速处理掉 现在看一下 大副在往鬼屋的方向走 虽然说传送美好 但求生者可能会误以为传送好 而去卡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是的 而且这个点的话 感觉大副现在还在 坏木马的那个地方 小城过去 看来不来得及 没错 应该是不太来得及了 马上到极点了 感觉有点极限 而且他手上有一个怀表 这一波就算追上了 也没有办法处理掉了 园丁那边 也是可以帮忙去 占一个盾 是 最终双方也是打成了平局 这把平局的话 还是因为最后的那个技能美好 好了 敢没确定 还没确定的话 就还是有一个选择的余地 这下是真确定 对 这下是真确定了 选择了艾维 我们前面聊到了 就是艾维他比较怕的点是开门站 如果说有一边有一个火灾调查员 对吧 用球去封住门 那么你没法附身的话 其实你是会进入一个很大的困境的 毕竟这样地图本身就大 你又不能够立刻传送的话 那么你就废掉了最强的机动能力 是的 看一下在区域选择方面 是桥上的祭司 以及鬼屋桥的杂技 是的 鬼屋的火灾 以及二战底下的佣兵 是选择了坏武马的那个地方 是 同样的 他虽然说被火灾调查员克制 但他也可以稍微地 跟祭司有一个薄一点 就是你打洞 我找准那个时机把你的洞给吼断掉 对 那是双方教练握手 看一下这局吧 因为这局其实艾维那边 是要去争一个多抓才行的 是 单单是一个平局有点不太够 张狂挽留待闪现的艾维 没错 那成功者方 两个签字位是双坛 小迪这边的祭司带了飞轮 笑笑带了一个化险文衣 比较常规一些 现在就比方便 本场对局 是由ACT战队的尽管者 对增马西战队的穷者 尤其说林子压紧为您 带来为我实时赛况解说 好 好的 这里直接拉出了伊斯人 看一下他开局准备怎么追击 应该会冲着祭司的那个方向 先去看能不能追一下吧 我伊斯人是先过来干扰一下傭兵 对 然后再拉到鬼板 给奈奈也布上一个桃片 前期的这些铺垫会做得比较多一点 是 但是如果是这样做铺垫的话 其实小迪那边已经绕了一圈 又到达了鬼屋外面 没错 马上就要到起点了 这一波脸上只有花瓷 这个杂技可以让他追 那你要过去吗 不想过去 还在找 三音还在找 小迪那边的一个位置 要不找找别人吧 传到了鬼板 那应该没法追了 可能处理这个火灾调查员了 鬼屋这个位置 感觉不是特别好追啊 他的气囊是可以很方便地 去堵住下面那个门的 是的 而且这个点的话 其实你拿它没有什么办法呀 嗯 带来还是个双弹 可以很舒服地拉开点位 我嫌弃的密码机 因为大家都在拉点 所以会稍微慢一点点 要闪开吗 让它先置起来了 直接闪开 想再吼一下 没有吼到 直接拿刀 但是火灾调查员这个位置 就算你坐车的话 你也是可以被附身的 现在桥上附上一个陶片 是的 这个点的话 选择直接坐 没错 看一下伊斯仁的位置 刚好从桥上过来 也是比较快的 这波再来一个附身 落地 看一下这个球是怎么选 不过现在只有 58的一个进食值啊 而且伊斯仁的吼是交过了 所以对于三一来讲 要处理还得等下一波的 伊斯仁的CD 而且对于那一来说 还是可以再去绕一圈呀 不过刚才是偷看了一波 这个技囊 还好是没顶掉青石值啊 不然就没法接受了 但是 再往前 其实娜娜那边还能牵制呀 对 就是上满了一个青石度 这一刀并没有拿到 这个球来得及 难吗 卡了一下 来得及 把自己盘活了 奶奶 这个距离是比较远的 知道 其实他几乎是 密码界全新的时候 开始牵制的 现在也差不多要三台了 是 三一刚才的那一波 吼得有点着急了 他是在空中的时候 导致自己的身位差了一点 再来一个本体的吼 成功上到青石 现在的话看一下 这个板子怎么破译 一个投铁过板 成功拿下 但这个时间上来讲 两分半钟才把人给达到 就你前期空的那些逃遍时间 完全浪费了 哪怕是佣兵 他都破译开了一台密码机 是的 主要就是人为这个被破译开了 就有点难受了 是的 而且鬼板那台可能还是 火灾吊杀人留下了一个大遗产 一会儿佣兵救完人 直接修鬼板 这样火灾吊杀人带走 穷者的密码机是不少的 是的 而且你过来的话 其实也比较难有一个手艺上面的说法 没错 看一下这波救人 有没有说法了 能不能打个震慎 后一波打断 金石值60多了 你倒下去 已经稳稳的救下来了 看一下奈奈这波转点 应该是要去把前面的气囊 搜一下 搜掉 还能再牵制起来 再拉一圈 那这样的话小级可以帮打洞 桥上应该是有洞的 已经提前下好洞了 直接把他接到对面去 没错 这里过来 拉到终点 这样的话就完全不干了 没关了密码机了 知道 而且外围的话 其实小级那边也是可以打洞回去 我觉得回去接着修 现在甚至说你还没击倒呢 这里翻下去再附身 落地船 二接 但是密码机其实也很多了 两台都是60了 对 这个节奏来看是可以四人开门战的 但是面对艾维这个角色 开门战也不好说 不能说你四个人 你开门战就能三跑 知道 不过还是有点说法吧 因为他们这把的话比较多的那台 是二战底下的那台 对 这台机是可以直接开的 然后小迪那边是可以直接过桥过来救人 没错 所以密码精力首先是肯定守不了了 二战底下先开了 然后让二战底下的这个人去贴门 九十九闪闪现打了一刀 能开吗 九十九能开吗 开掉了吗 不知道是不是那台开掉了 好像是开掉了 因为显示的傭兵的头像 那这一波再传回来去管火灾调查员 那边有无关反照 密码机是压好的 火灾调查员如果继续往前走 还可以再回去收回自己的气囊 开门战四个人 这把妈是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完成三跑 是的 终点门那边其实已经是在点了 没错 那你现在的话祭司还有一个体系 是的 手下有个洞 是可以给到杂技一个大洞 把人给接回终点 是的 这边还堵了一下 那我把门开了 我差不多可以启动了 是 甚至有个恐怖的故事 如果桥上有个长洞的话 应该是没有 我看这个感觉 好像是没有吧 感觉这把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不是要去管这个奶奶的事情 我只要管杂技一个人 保证你能到终点就行 对 那对于祭司的一个职责来说 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那个开门战 他牵制得也太久了 他从终点救下来 跑进了鬼屋 然后又回到了这个二战 这个点位 他这把真的是全程在牵制 因为你前进面把机太少了 是 但是他是完全的 第一波就牵制了三台机 后面还有二六还有三六 到开门战我还能牵制了 那也是恭喜MRC 成功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是的 也是恭喜MRC 因为这把他们打得太漂亮了 而且你像 越来越多的一个时空晶感觉 都已经被求生者这边给摸透了 研究过了 对 整体的你那个拿分节奏 我都不给到你机会 其实还是会感觉很乏力的 是的 那也是选择了 哥去看一下区选上面怎么去选 是比较安全的 没错 这样子的话也是主要去封锁一下大房的用命码机 看一下冒险家那样的话 应该就是找不太到了 就前期不太会碰到这个角色 算是对角了 嗯 你看天赋 位置来看的话 远丁应该会带一个花显尾仪 然后佣兵带一个 然后冰花这边主打一手牵制 然后双弹飞轮的一个冒险家 那连锦这把是底牌挽留 但前期带的是个失场 感觉也是想在密码机节奏上去做一些文章的 那求生方的话也是单化显微 有佣兵鞋带 然后陶行跟皮皮虾这边的话 都带来一手双弹 嗯 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 本场对局是由家的监管者 对着到成都积极的求生者 有解说烤鸭和解说出下文 带来IVL实时赛况解说 好 看下小二楼这边出生的话 这也是往冰花这边去了 就不挑了 也可以说逼一下冰花的道具 往原地那边靠也可以 对吧 因为我们都看到很多之前说有等顿的一手打法 嗯 感觉前期我一下子逼到你这边的话 其实大房那边密码机也是被封到了 这个熟练度还是非常伤心悦目的 这个感距离 非常丝滑 一勾的距离 哎呦 这都恐惧震射了呀 感觉还是小看了一下这个速度的 哇 连锦这个熟练度真的很高 就是它不会断 你要随时提防 它一定是一个最高的速度接近你 对其实隐乐它不会断是一个点 它不会断的同时 它每一次它的一个隐乐的距离 衔接的那种感觉 就它整体来讲 它追上你的速度一定是最高速的 对对对 你要以这样的一个标准去牵制嘛 那 那再一脚踹下去 整体的密码机只有40 这局对于成都机来说要去搬回来有点难了 嗯 因为现在冒险家虽然说有一半的密码页 但我们看到密码机总量来看啊 就一台 一台对 而且这个状态条是已经必须要去救的了 或者说这边打算说压满再救一波 或者卖掉 就看它们球队方法 那这边没有 没有去 至少不会卡半了啊 看一下情况 因为这边的话 其实病患脸上有两个人在卡 冒险家跟傭兵都在 对对 而且病患的话手里还有两个钩子 对 那看一下 酷草这边会不会卡一个比较 极限的一个淘汰进度过来扯一波 对 感觉是要过来了 对 因为如果不扯的话 可能18那边比较危险啊 因为在脸上是凶 对 但以前的话迟到博弈下 再卡一个比较极限的一个状态条 对 那皮皮家的话就赶紧拉走 因为毕竟前面的一个接到时间比较快 所以说那边的联机也没有时间破 那这样打一手针对之后 我们注意一下密码机 这一切也是一个两台多的节奏 两台 对 而且 最后也是把钩子交出来 拉到一个最远的位置 看到陶行是摸到了一个魔术棒 因为毕竟可能后面的话 大家都会有一个被追击的风险 所以就是换一下道具 就这一局要拉扯非常久 对对程度机器来说 每个人都要扛压 对 密码机是完全不够的 是的 然后下一波不管知道谁 可能要牵制这个时间 都是要非常久 看下这边佣兵补状态的话 能不能补上 按照距离来说 要排到人比较难了 看一下反正这一波 起了 对手里的市场也好了 对于年锦来讲 也完全可以我追到 大概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再去踹一点 因为这边排点是直接 意识到人在这个旁边 然后反向的一个压身位过来 那脸上的圆钉 手中摔扛压 手里有一个魔术棒 带的是个弹射 对的 但魔术棒的话 他尽可能还是要半装他取消 这边先卡个秒钝 没有卡好 那也可以上一次 上一次二楼 你用这个兽机加速加自己的板坛 嗯 你会下卡我家 反正现在已经是把原点给逼到了一个 比较狭窄的一个地点了 嗯 让完CD过来 没收到没有 还行 那这样的话也是算是拖出了很多时间 这边再起一手盾 然后进到前面的板区 看一下 能不能再多拖一会儿 哎很细节 直接留好了 哎 留好了一个残影 但是没有回 哦一个抽刀 倒地了 反应非常快 看一下外面的密码机 加上冒铁加的一个输业的话 是三台半 对的 还是不太够 对因为现在你手里市场是好的嘛 你要考虑可能还是要 舍弃掉半台 对的 那这样是吧 也是马上把脸上的密码机给亮掉 不然又要被踹了 对 对看到你这边一图要赶过来的话 直接就选择铁密码机嘛 那这里的话也是外手拦截一下 哇非常准 直接找到 对直接就找到了这个位置 这是能找得到的吗 这是能找得到的吗 对那这波可能要双倒啊 因为被拦那个位置太靠外了 对的 而且本身这波就下来就没有花钱为一 那可能就要考虑压满救了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这一局想要保平有点难了 所以说尽可能还是要保一的局 好 看在这边远地已经是过半了 用边现在的位置 其实对于年纪来讲也是非常清晰的 对的 这边想去踹脚 时长吗 距离有点远 直接回溯过来 刚好到众人 这心里的博弈 非常老练啊 这个赛场 这个人是不是 就是他的眼睛好像在天空看着一样 他好像无视了所有的建筑是吧 就是所有群人者的这个动向他都一进而出 就明明我到密码机旁边要踹了 不踹了回来了 就可能群人来讲 你都走那么远了 你都忍得住 你的市场肯定是好的的 对吧 我正好趁这个间隙救一下 但没想到你就是忍得住 其实他更想要的是这一波 这我再能排到冒险家 我 这就有点恐怖了 看一下 想要去前访他一下问一下了 但其实这一波的话也是把这边的一个 密码机给踹掉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都跟他紧张起来 对于咱们来说 如果不是那个冒险家头上有一个 GG-18的话 其实我们也看不太到他的位置 那个地方还是藏得非常好的 就完全感觉是给这个草挡住了 是 那这样的话 排点应该就要启动他们这个 拖一下双方那个淘汰进度球的一个战略了 战略了 因为这边的话你找不到冒险家 你是不敢挂人的 是 但是耳鸣的话一直给到吗 所以宁静应该也大概知道他的一个具体范围 因为这个点的话 没错 那我觉得这边躲下去再躲的话 其实很容易排到了 啊 啊 终于找到了 这个地方其实已经过了三四遍了 对的 那再过来 傭兵那边也不着急交自己 是 然后这边冒险家尽可能也是带远一点距离 距离到飞轮躲掉 哦 进到一个单板 直接过了 是 那这样的话 傭兵其实是快要过半了 这个淘汰进度 而且爬的距离已经是 爬到了 树的另一侧 但其实整体来讲 那这里感觉应该还是能看到的 对 距离没有特别远 我年轻他 保险起见嘛 多排一些点 然后再排回来 嗯 感觉还是尽可能爬远一点 因为这两个人的距离还是有点近 对 然后有时候地上躺的人也是非常难找的 是 因为毕竟他不像说你是一个 活着的嘛 这样子的话起码还有耳鸣 对 就连耳鸣都没有 就连耳鸣都没有 这样一个范围给我找 对吧 那现在对于年轻来讲整张地图 对不 都是他要去找的一个范围 对 但这边再往前走的话 应该就看到了 哎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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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你把人往回牵 看牵到18的脸上 然后18的位置的话 因为两个人倒太近了 是 这里要原地躲的话 不太好 对 而且刚刚其实 比较好多的那个点 完了 这个视角好像看的方向确实 还是第一时间 往刚刚你躲的那个方向去找了嘛 但是18他现在是进入到了这个 建筑内 在里面的一些地形 因为他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说运兵挂飞 他拖完你这个时间 有一个飞轮去搏一下地窖 就在脸上 对的 而且他躲的位置刚好 实在地窖附近也会有这个耳鸣 所以说导致年轻这边的话 可能会错叛一个位置 然后虽然那个淘汰金属条 比较极限的情况下 他也不敢离开这个地道太远 是 这个就有个双方博弈的一个阶段了 这边往外再排的话 可能耳鸣就会消失 再往外走一点 耳鸣消失了 大概能锁定到人 就在椅子附近 嗯 那对于年轻来说还有机会牌 那感觉好像在枯草挂飞之前 这个人是找不太到 嗯 那手上的话有飞轮的冒险家 说不定 对 那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远 是的 但是哎 别忘了 佣兵有护腕 啊可以一会儿捡 起来 佣兵的护腕捡上 然后再去 飞轮躲刀 对吧 配合这个道具 还真有说法 看一下 这边谁的淘汰 嗯 嗯 还在互相忍 但这位冒险家已经开始行动了 好捡到了这个护腕 那护腕 那护腕 那护腕弹出来的话 但是他这个距离给看到了 主要是 是是是 主要是你要去捡道具嘛 嗯 严谨其实往后一侧的话 能看到的 嗯 那也是比较可惜了 那这样子都还是 就在这边拿下了一个四抓 可能在选点上的话 呃 囚图还是会被保护起来 那就算你可能选的比较静态 也是在一个很安全的点位 看一下去选上面 哎 完全保护 这一次是 就让你没有办法贴他很快 嗯 就是明正来了 对吧 这囚图也太幸福了 那就是有人 但是你贴不到脸上 对吧 这两边的话都给你堵上了 如果选中场 中间是隔着一个非常大的建筑的 你还是要绕两侧 就你去哪边 而且你选中场的话 你锁不到机子啊 嗯 就可能你不会锁到这个 大房附近的密码机 对 野人空军不仅可以帮球图爆点 他们铺的速度也会比较快嘛 没错 这边的话野人报到信息的话 其实对于空军来说 他密码机不会慢 因为本身那个取选的位置的话 来说 要不就修中场 要不修大房吗 对对对 对对对 还是非常安全的对于求生来讲嘛 兵换那边的话也是 直接把另一个半场的密码机给破掉 没错 感觉 血缘上面还是有说法 很不错的 好 再看一下天赋 天赋 天赋这把也是一手失常 那穷者这边阿瑟是双弹飞轮 卡梦是弹射加化险威夷 小月明也是双弹飞轮 就无心一个人带了一手 这个回光反照 对的 大家这样就是 能多做点就多做一点 去吧 好的 现在进入比赛 本场对局由成都机器的监管者 对阵GR的求生者 又解释出下节奏考验 为你带来IVL实时赛况解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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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去卡一下这个绊,毕竟有钩子 给他一刀,先救一下 这样的话,小云民就往反方向去拉,这也是多带一手化险为一的好处嘛 因为外面有球图的话,即使你这个市场踹下去,他们会把密码机的速度跟的是很快的 是的 现在的话,三台新的密码机,应该还要再救一次 野人可以过来 这个点就已经完全倒到角落了 对,因为这局对于GR来说的话,他们还是尽可能的跑一个或者说平局嘛 就可以把大方拿下,所以现在的话把化险为全部套出来的话也可以拖到一个相应的时间 那这一波是一定要救了,不然的话脸上这个半状态的病患就很尴尬 对,而且还压了一手遗产 这手遗产压的话,可能会给到第二手市场的一个机会点 那五行这边就尽量压满去救吧 对 然后卡蒙这里也是想着说,还是在你交技能之前给抢掉 对的,冰环也在那边修 这边还断了一手隐约 卡标极限 不过空军也比较耐坐 嗯,再给一道 这边分开跑,这边是想要找一下双斗 对,摊到了,卡蒙的话也是第一时间拉走 不会想放掉空军吧 想还是再踹一下这一脚 对,这样的话呢 那就是,最大问题当时如果要这台密码机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后期第二脚市场还能再用出来 但同样把空军放出去 这个节奏,但凡变换这边撑起来的话不好说啊 是的,不过这边的话,因为板已经被刑掉了 这边有一个板弹射 没有打到有一个交购的机会 怎么说这个东西交出去了吗 交出去了 对的,但前面的点位的不太好 所以说还是往回走了 不影响无形这边的一个自己状态 嗯,那看一下 阿瑟已经赶紧过来摸人了 地下室 没有选择挂 还是想围绕这几台密码机去打 对的 看一下空军那台已经是一个40的进度了 这局感觉星暗梦是要一乱打乱了现在 主要是正常按节奏的话 毕竟外面有囚徒在 其实就算踹一脚 他们的密码机也是够的 手上是有电的 这边电厂给刀的话 这个人也 拖野人的自愈 对,野人在这边去救 是的 而且你这边还要踩电 那现在梦也感觉不会再回去了 要把所有人给架在这台大衣铲 嗯 那求生的话并没有多修 不过阿瑟这波也顶住了 对的 嗯 那我觉得现在反而说 可以让求生帮这边去补补状态去打 是 因为阿瑟这边他也没倒过嘛 对吧 对的 一个飞轮接板 但是可惜距离还是不太够 是 不过这个时间已经是拖得非常久了 野人那边已经调整好的状态 没错 嗯 那看一下 中场被压的是44 冰焕已经在新开一台了 嗯 然后这个球图还是一挂 想法的话应该是让冰焕这边修 野人怪就挠空 这边可以补道具 对吧 尽可能就不露面了空军 已经挂飞嘛 嗯 好 野人卡非常好 野人卡真没办法 为什么说你打格局的时候 你要去真一或者说保护你的局面的时候 哪个野人是真熟 是 可能傭兵你早就给他逼过来了 对吧 对的 那野人的话是 就是要定等 好 扯下来的话 还要再打手野人吗 不管的话 但野人这边是交过自己啊 是的 刚刚倒的位置在中场 不过现在求生的话是 落地 开了两台 而且这拨传的不是挂飞的人 传的是卡梦 对 卡梦其实还有一挂 对 但这个时候击倒卡梦的话 可能可以打一个野人自己的时间差 嗯 这拨的话可以 求徒马上去摸 求徒去摸那就好 是 这样的话保证你一挂上人 至少 我如果都是半装态 我代表两个人一起来救 对对对对 看一下 知道了野人的位置 打过来 野人上猪了 没有太多的棒 那这里的话 感觉两刀涌了呀 嗯 看一下回溯回来 还是不敢离椅子太远 因为这边是一个上挂飞 病患再放掉的话 可能局势又不好了 对 而且也知道囚徒也在附近嘛 那现在是两台妙儿街 都很多的一个进度 对球人来说的话 我也可以卖 因为现在你交过传送了 切过底牌了 我们就在一点上晃 保证你这段时间一直是 但是现在在椅子附近 那另外一边空去的密码机 就可以压了 是的 过来给到一刀 这边把人救下 但是给卡了一下位置 那野人要必须帮忙扛刀 86的密码机 可以扛到了 而且他是有回光返照的 对 这波卡莫还摸了一下人 把这个回溯给骗了过来 那这样的话 这边要牵 那直接就选择通电 野人刚好起来 而且阿策他不是挂飞 是的 这波牵人感觉 不应该牵囚徒的 还是尽可能要 把野人给牵 但是对于他来讲 他不太清楚这边 谁有没有带这个混淆反照 是的 对 传送的话还有15秒拖好 这边挤到一个人 但是卡莫可以救阿策 对 他们的协同性打非常好 对 这感觉就是虽然说 大家的状态都很残 但是一直有把线 默默给限制在一边 是的 有过板刀没有拿到 还在拖这个时间 就倒了 但是空军那边的门 已经是点上了 已经是一半的一个进度 这个感觉应该是 要先把人挂上 然后再传送 但是阿策直接点脸上的门 就是给压力 是的 让你这个传送交到脸上了 保证空军是一定能走出去的 没错 这样子的话 就能锁定到 我说第一场的一个比分 我可以拿下一个整个大分吗 对 拿下一个6比3 嗯 你一定OB不了 为什么 你一拉球 我这边一四人的一个 附体喷的话 是直接喷你的拉球 打断了 对对正面方向的 看一下他们这把枪 怎么样去把前锋 这个效果打出来 对对打出来 看一下选点是 选到了帐篷里 是的 然后先知识 选在了二战下 三战的火灾 以及鬼屋的飞行家 还比较期待这一局的 双方的表现 是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少 现在这个版本 其实看到前锋上场 还特别少了 对 尤其是在前两局 嗯 然后选择在鬼屋前门 感觉这样也是一种说 我先把先知给保护起来嘛 你想要去追她的话 一定走的是个斜线 会比较远 而先知直接往前 这样拉的话 也是能拖出来自己 一鸟回来的时间 是的 这样的话 其实前期会离前锋会比较远 所以说大家要打一个操作配合的话 还是要去多溜一会儿 对 对 来看一下 连锦是张狂挽留带了闪现 对 枯草是一个化险唯一 18也带了化险唯一 哇 双化险唯一 嗯 潮行是双弹飞轮 以及皮皮虾的火灾 是单飞轮的 对的 这个阵容 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 本场对局是由家的监管者 对着成都基地的求生者 有解说考验和解说出下面 带来艾绕试赛况解说 好 好 看一下 哦 陶行的话也没有直接往西远站拉 而是往监管脸上去走了 嗯 那这样牵制度叠的还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而且前面的话 空地很多啊 这边进板区能进吗 能进到 是 Eason已经掉到鬼屋去干扰一下18 马上一个套片 这样子来回拉车 已经上到62的牵制度 已经喷满了 已经有刀了 再过来想脸喷一下再给他 哇 做到了 那这样的话是先拿刀 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牵制度 不要 起追特别快 所以说鸟是没办法回来的 对 那看一下 想要去找一下队友的辅助吗 可以看到先知这边是发了一个需要帮助的 对 看一下脸 前面是有皮皮夹的火灾调查员 但是感觉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能喷断吗 看一下这里 不敢给逃片 给球的话已经给好了 嗯 拿一个加速过来再附体 一个飞轮 99 非常不错 这边想顶鸟顶鸟 但是连锦防得非常好 他这边想去给充满 还是给到了 再陪一口 主要是现在手里闪现好了 对 只要当你鸟的结束就可以 对 那这样整体一个接到时间是两台多一点点 对的 对于时空这种来讲还是非常优势的一个对局的 而且他这一波的话可以空这边半场 对 主要这一波对皮皮夹的干扰比较严重啊 他是从桥上跑到了三站这边 嗯嗯 整体来讲他没有什么太多的破硬 再加上外面是有一个前锋的 所以速度会比较慢 是的 再附体一下前锋 那看一下这波是由谁来去救援一下 因为带化险为的是18干枯草嘛 18过来 对 轻视度也非常多 但是自己救下还帮我们扛了一刀 是的 但是主要是先知的话 其实现在那个二次先知的机会不是特别大 是 只能尽量先把半场给带远啊 主要是看终点半场这个陶片覆盖范围太广了 对的传送过来 拿到鬼屋拦截一下 但是还没开二阶吗还好 现在的话就压迫一下 然后用一四人去控一下火灾边机子吧 没有选择 那反锁这边再追先知 技术的话也快好了 是 那现在过来又是一个直接喷满 倒地二阶 而且18的话 刚从对面跑到起点站这边来修啊 对 那这样的话 还是想去先干扰一下皮皮虾这里 前锋是刚跑到鬼屋的桥上 但是这边刚好已经放了好一个球 对我就躲到球里去修了 好看到了枯草的位置 那这边喷的话没有喷到 这边技术完之后 会不会切 还先给刀 还先收回 叫出一声 还是先针对到这个挂飞 二阶落地 给刀击倒 主要是感觉这个节奏的话 其实枯草这边也不太好去操作 而且外面的这个残状态比较多 不好操作 没有没有试错机会 是而且这个倒地的位置 也已经被桃片给覆盖到了 对的 我们感觉现在就是 连锦他把终点那些的桃片 又给挪到了起点这边 然后正好球者也是 现在着重在修这里 哎 我在这边想去卡位 确实也是卡到了 看能不能说出点效果 再往上爬 对的 你这边也是觉得 你想拖我的节奏 那我也是稍微干扰一下 那主要还有一个球 再卡一次 而且这里是有配合的 能够摇下来 但还好 你配合桃片是 技术雷手吗 那落地二阶 防得非常好 还是能给刀 是 桃银还是会被架在这 但这波已经多拖出来了 一台密码机 没错 不拖了大半台 是 前锋也来操作了 不过年底这边是防范到了 防得很好的 这边确实 这边在堵 哇 这时候 就感觉真的是非常老练 他面对到这种多球生的一个打团 应对的是非常到位 是的 但这一波的话 其实三个人是没有拉扯开的 所以说 控制这台遗产的话 可能导致后期的密码机跟不上 因为对于球生来讲 还是好的现在 他们打这么多配合 是一定要脱够密码机才行 那一旦没有脱够的话 现在就是一个比较难度过的事情 新时度的话 现在是63的一个状态 82了 86 88新时度 那一次那边的话 也必须找到密码机附体之后 才能再去追皮育下 哎 附体 这边打断了 这个拉球 过来直接倒 那这个人是没有人能救的 外面全是残状态 而且直接压住了这台77的大遗产 看一下皮育下在兴起 但18的位置 已经是被年锦给发现了 这波克人会出现 出现小问题 因为这边的话马上要挤出密码机 你可以不修 我就把一森放在这里 对 而且这个进度也确实差的很多 对的 这样的话你如果不修的话 你必须掉两个人过来救 你再换的话 我再去站就可以了 对的 一样的 你这里前方已经是过半 不过年纪也知道 你这里半状态的飞行家 是不太好 救这个人的 是 那确定一下飞行家的位置 是 锁定一手 在鬼屋里卡着 二阶现在也好了 这边的话 感觉要卡二楼的一个逃片 这样子的话 不会有二阶落地秒的机会 那年纪更稳 更稳健的是 我可以就在椅子跟前站着 你外面的密码机 我去控一下修不动 这个人直接挂飞 我去给你打一个两人的残局 哇 两人残局也难啊 因为现在这个椅子前有两个逃片 对 代表什么你要过来才两次 你这个机子才能修 对的 那皮皮箱那边主要也是因为新开 而且加换机嘛 所以说进度确实是跟不上 好 再次不能技术 那就传到旁边那个逃片 然后走过去控一下 对啊 这样的话还是属于我本体去追队友嘛 那另外一边其实我的一四人还是在的 还是很难去偷 主要这台密码机也是要去修一段时间的 然后这样脱下来 年纪他的下一个闪现也能好 没错 所以他来讲击倒是时间问题啊 就看下一波传过去找18的时候 这边的球能不能快速的去堵住这个密码机 给到自己一个不别技术的机会了 把这边传过来 但是18这里也是拉开比较安全的一个声位 对的 散线的话有23秒 感觉两边都在消耗这个散线的时间 哎呀直接上车 那这样子人是往二战逼了 对那反而是 可以反手直接过来去找一下 货灾 货灾了 你那样离密码机会比较远嘛 对的 好闪现还有8秒钟就好了 我皮育下手里有飞轮还有一颗球 没错 这边卡红光绕过来 但皮育下也非常出名 没有给到机会 散开声位都不给 是的他一直是 没有贴膜去走啊 感觉 前面这个地方被噴满了 有刀 另外一边的话 桃片也在拆 赶紧可以先传路边的那个桃片 然后再走过去 是 哇这个桃片刚好当了一个中心枢柳啊 一直在这两台密码机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就算摁住了那我没事走到中间 也是省了很多的距离的 拉近距离嘛 那现在两个背包看一下能不能预判这个闪现了 那你这边也可以说 跟着你就不闪 滑梯就有点难 滑梯就有点难 那看一下 皮皮虾那边的一个自愈 主要是伊斯仁也在头顶上 嗯 有闪现有伊斯仁 这边过来 要躲二阶有点难 诶 传错逃遍了 然后正好给到了皮皮虾这边 他有交球的机会 嗯 那距离应该是能跟上 两秒的喷 是 喷一下躲掉了 但前面的话要去救人游个飞轮 那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闪现的击倒距离之内了 直接一个闪现击倒 那这样的话又完成了一个四抓 严谨啊 这是 这是新人选手吗 这是新人选手吗 对因为我们其实 最近也有看到嘛 不论是割据还是时空这样 现在也是慢慢进入到了一个 被各个队伍的求生研究的一个阶段 有很多的一个平均或者 给你拖时间 是 你要遛它的话 你基本上没有说很好的板窗区是给你遛的 因为都很低矮嘛 对 就挡不了它的钩子 那你常规的安全点的话呢 它这个夹子跟钩子又完全可以说 可能有时候走得比你还快 没错 那你说真的好牵制的地方 可能也就只有毫无马 跟马戚团中间那个200英雄的位置 对那个墙比较高一些 但是我放两个夹子就废掉了 那里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点啊 也是把杂技放在了鬼屋 然后站台给到了邮差 对的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这张地图路透大概率还是在起点站附近追人嘛 所以说把傭兵也放在那边去了 是 就感觉嫌弃的话还是不要给到太多机会 非常求稳 哎 选择不如前门 那感觉是可以碰一手邮差啊 是的 我把火灾选在桥上也是比较方便嘛 不管哪个半场的人先制 大概拖一会时间 火灾都是可以去给到你辅助的 看天赋的选择 看是不是又只有五星一个人带了有星 是 看一下 好 江湖某是底牌张黄一星 五星带了 五星也没带 五星也没有 这把根本就没有人带 这个全也没有啊 对 而且大家全都带了飞轮 我们也知道其实飞轮在牵制路透上是非常有说法的 对的给破甲 好的 现在进入比赛 本场对就成都机器的监管者 对成GR的求生者 有解释书下解释卡 为了你带来IBL 我是时时赛狂解说 好 好 看一下 果然是早中点赞的 牛拆 牛拆 单人solo一下 是的 卡梦的话也是提前在绕点 对 想反绕钩 这边的方过去还行 对 你像好了 卡梦的话也是有在防你这个点 对 那前期第一个钩子的话 应该就只能选择赶路了 而且还断掉了 现在 只要放夹之后就进入CD了 对的 这边的话再上一次站台 对 但卡梦那边其实还有一块板 可以绕一下那个夹 这边放狗还要躲一下 直接躲掉 然后现在钩子好了 卡梦的飞轮的话还有7秒钟 空钩了 坏坏 走位骗了一下 是的 这两个钩空的话时间拖出来了 是 你看现在技能的话 已经已经好了 他主要这边也是比较近身的一个牵制 对的 这个移行前期没有 放狗缺晕 缺晕到吗 没有晕到 手上的话有飞轮 这边出钩飞轮出了掉 但是还是有刀 是 不过他这一刀吃掉之后 可以直接下板 拉一个比较开的一个身位 移行出来 还是很外转 这边交信的话可能就 有一个板子的博弈 直接过板了 刚刚的话钩子是没有好的 不过这样的一个牵制加载一定是两台多 而且把这个技能也给逼出来了 那不选择压满旧吧 但是问题看一下 这边半场密码机破了没有 主要前期好像一直是卡梦在牵制嘛 好 好 也是在门口放一个甲 不信已经贴过来了 贴得非常及时 咱这也在开了 那应该要不要卡班救一下呢 还选择压满应该 因为毕竟要跟路透博弈钩子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没来的话 应该就选择压满了 是的 怎么稳怎么来嘛 现在对于技牙的求生来讲 就尽可能要破掉这个三连 是 能让这半场留三连 留三连的话就很难打后期 如果压满加一个20秒的时间的话 这边的连击是肯定能破掉的 对 阿瑟那边连击已经是40多了 这个淘汰进度条非常的慢 好 无信一个护腕弹过来 这护腕 那搏一下钩子 钩子钩一段空了 再有一段 可以等不着急 钩椅子了 直接无伤就加扛刀呢 这样的话扛不其实还是有牵制空间的 对的有个二次牵制机会 是 手上飞轮的话还有30多秒好 前面的板子都没用过 我们刚说过这个区域是这个地图里面最好牵制路头的 牵制路头的 但是现在的话铺了一个夹子了 两个甲子基本上可以把这个区域废掉 不过阿瑟正好在旁边给到一个辅助 那这边蓄力刀打球的话 卡木那边也是拉了更远的身位 对 是刷新的一个结构 然后放狗 双方在预判 狗回来 手上飞轮没好 那甲子再勾一次就直接倒地了 是 但这波救援已经是 你看吧 密码机都已经拖到了4台多的一个进度了 对的 然后这台的话 晾掉之后 其实就没有半场的一个威胁了 这边直接移到了无心脸上 在手里还有护腕 这边交得非常及时 已经是超出了这个极限的范围了 哦 菲罗朵 很稳 我勾的同事 又躲了这个夹子 是的 正好是在那个位置的一个范围内 对的 那这样子时间就拖出来了 下一波你在甩勾的话 其实我这个可以再交护腕 也是副甲去封一下终点战这台 但求者反应非常快 小A名已经在起点站那边去开了 就只要三战这台开了之后 就很难守 是的 哦 阿瑟这边也好稳的 就是直接就弹走了 要道具 是的 那现在要去对面半场 但同样的 重点站这边还有他密码机 嗯 陷阱可以拆掉吗 起点重点两台机子啊 这怎么空啊 最远的两台了 是的 再加上起点站这边 杂简员的飞轮 对吧 状态 道具很慢 还在 中间也是一直有阿瑟去卡着 给两边的人爆点 夹子的话也不够了 只能放一个夹子 那夹子的话密码其实并没有空到 往外再去找五星的位置 因为可能在路程上消耗的这个时间 陷阱都已经拆掉了 是的 没错 勾过来 我们说一个呼唤台出去 前面的话应该是能勾到了这里 勾到 那看一下起点站那台小A名也是直接 飞轮点一下 我感觉他们都很可能不太想救了 感觉亮了 这感觉应该就不管了 对 这应该是直接通电的 一个人点门一个人在中间卡着 是的 然后杂技来卡嘛 是 那现在你张狂暴露了 包括你切过底牌 大家都知道你是张狂底牌的 是吧 而且这个傭兵 你不管他有没有黄奥海招 你得挂他 他自愈是在的 对的 那阿瑟点门 小A名卡中间就可以了 傭兵这里也是一个满挂 那个门的话已经是一半的进度 那想要赢的话必须这个时候传了 再不传 可能就有点 来不及了 巴士的门 传过来 传过来 因为你也没有挽留吧 所以说 勾到了也不能做到一个击倒 对 那卡的中间 我在这边的话双弹飞轮 飞轮也好了 哦呦 这边就这样飞轮过来躲掉 再下板 让你的 哎 想吃你一刀 想吃刀 但是这边有夹子 敢点门吗 哎 挡了一刀 球也没有了 但是没关系 阿瑟这边只要拖时间就可以了 因为傭兵那边已经是扯下来了 还在打刀了 这也是一直没有被勾到啊 这几波躲得非常漂亮 还在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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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而且你这一波 呃因为是交了技能过来的嘛 所以说已经是 没有办法再赶到终点站了 对的 那外边的话 用兵点开门 两人到门口的话 就完成了平局 完成平局 完成平局 好 那这样也是随着 两个人的出门 让我们恭喜 夹 获得比赛的胜利 是的 今天打下来真的是 感觉 双方的一个